这个赛程艰辛啊 我就看到赛程艰辛应该当属周启豪 周启豪 三大战力前三场 曲新 张继科 马龙 其实都一样 对任何一个人来讲 都要连续跟他们打 是 连续打四场 一样的 因为他是这样循环打 没错 但是可能一上来就碰这个他 第一场 第二场 第三场 你要多赢了你不就可以 那是 那是 拱布你直通的这个位置了 是是是 那要都输的话 那你就不要想再直通 看来刘宁硕取得了2比0领先 刘宁硕上来 给小胖先来个下马威 小胖这时候再想想昨天晚上刘志导说过的话 小胖你是最瘦的 你是最瘦的 可能王老师说跟小胖更熟一些啊 这个但是二位对小胖的了解 因为可能我们总是说小胖 因为可能岁数也小 没有特别明显的这种性格特点 对 对 私下接触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他 一些比较明显的这种性格特点啊 或者一些就是性格上的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吗 小胖还是比较 比较乖 对比较单纯 而且 还是小 对年龄可能也是小 然后再一个打球 那打球的整个技术风格也是变化比较少 变化不是很多 比较就是打球节奏变化这些都相对简单 也跟他的技术能力也有一定关系 因为他是打这种实力的 就是不用太多的这种变化 因为太多的变化以后 可能给他自己的这些实力上容易打乱 上来刘丁硕已经是4比0了 对 5比0 5比0 刘丁硕今天下午跟马龙的比赛没打 昨天跟季科的比赛我看了几眼 还是觉得有一些冲击力的 尤其对这些比较强的外界感觉可能 或者别人都觉得他可能比较下风的时候 他这种球拼的时候会感觉好像发挥的更好一些 我觉得刘丁硕这名运动员他的内在的这种自信还是比一般的年轻运动员好一些 他当他面对这种世界冠军的时候 他敢于去拼对方敢于赢下这场比赛 昨天跟季科这场比赛也是充分了正名车一点 其实也是打到第三局这种胶着的状态最后赢下来的 包括我看刘丁硕的反手还是有点特点 特别是在防守反击的环节当中他做的还是非常好 高质量的这种对抗还是比较多的 确实是因为小胖的反手已经很好了 但是前面几个球来讲跟刘丁硕好像也没占到多少的便宜 对 小胖也是出道很早的 是 然后这几年呢也是在逐步的上升阶段这么个趋势 小胖也属于投入的状态比较慢的 小胖也属于投入的状态比较慢的 上来这些球员明显感觉 还没有完全进入到比赛的这种感觉里面 而且在三局两上的比赛的赛制就这样 不允许你有太多的这个就是去缓的机会啊 你可能打七四升你0比2落后 甚至1比3落后你还有机会 但你三局两上的比赛0比2落后结束了 是 哦 太好了 太好了 所以这个就是小胖最好的这个技术 反手的强转弓强转换的能力 质量要比别人要高很多 他感觉确实是时尚啊 这都是一种硬超硬马的功夫 这应该跟马林指导学的当年这个巧劲 是不是会好一点 每个人打法不一样 那我还应该跟他学一些实力呢 再打几年 等那个同学 对我们办那个超级企业乒乓球名人赛的时候 可以邀请各位的 但是这个东西就是每个人的特点不一样 如果说让我学大力的这些技术特点 我可能一辈子也学不过 但是反过来他要学我的一些东西 因为每个人的这个属性不一样 对 能借鉴一些都已经很不容易了 因为打到最高水平了 他就已经等于 定型了 就一百分完美的话 他都已经85甚至90分了 他再把别人最好的东西再学过来 嗯 那就是阿尔法走了 那就不是跟他没关系类似的 反正太完美了 太完美了 今天他第一局拼得非常凶啊一场来 好 哦 9比5 能说好像反手确实还可以啊 加油 加油 因为他在跟樊仁东的对抗当中 他没有感觉明显的这种下方 甚至有的球他还 还站着主动啊 现在的乒乓球就是发展到已经可以 怎么说呢 就是原来我们那个年代 或者说像再老一些的年代就是 呃 郭月华啊江家梁啊 包括我们的呃 蔡任华局长啊 呃到后来的什么 呃刘子岛孔子岛他们这些 这些运动员一代一代 其实那个时候中国队最好的都是正手非常好 反手相对来讲会薄弱一些 嗯 现在都说的地表什么什么了 今天我看刘子岛训练 我说你是地表最快的 嗯 地表最快平常平常 地表最高平常 我听说一直在给自己鼓劲啊 赢一分都在给自己鼓劲 因为你可能上来心态很好 你可能对他可能我上来拼得很好 但一旦我快赢的时候 这时候心里会产生很大的波动 没错 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还是能比较平稳 就证明你这个队员 这个能力和水平又是提高了一个 一个位置一个档次 而可能越这么喊给小炮压力也会越大 觉得今天这个队手如狼似虎 对怎么那么顺呢 其实我们每个运动员 包括我和大力以前 小时候成长的时候都会遇到点 就是我们那时候赢 呃 刘子岛孔子岛 对因为他们当时是大满贯 我们要冲击他们 就你快赢的时候 其实内心还是有很大的这种波动的 嗯 就已经意识到他们以后成为主教练了 是吧 万一赢了麻烦哪了 对 万一赢了 以后怕怕怕被罚 家练了就是 三年哪年你赢不我呀 不过确实是啊 就是这种啊 咱们说这个年轻的运动员在冲击主力层 在冲击这种世界冠军的时候 肯定会有很多的想法 一方面我想赢 对啊 我希望像他们一样出色 另外就是我能不能赢 可能确实会打一个问号 那就是过程了 先拼 拼完然后有机会 有完机会 这球 是吧 哇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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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的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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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刚才晚上没约谈 现场约谈了 看在镜头一早就过 给到这个计划了 对对对 即时总结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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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在队内 会不会就是真的 比如说像这个 刘国良主教练啊 霍罗向 呃 这个当时 那个菜女主教练的时候 就出现 对 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 就很快的就会 沟通一下 对对对 因为刚打完比赛 还是印象最深的嘛 对 所以你打完比赛 你可能过一天两天以后 你再去 呃 有这个 可能都会 总结的话 可能都会显得 没那么印象深刻 对对 出现问题 就马上解决问题 而且作为运动员的角度 我可能自己 在场上打的时候 有的 有的环节看的不是说 特别准 因为这些跟你 天天生活在一起的 这些专业人士 教练啊 他们最了解你 在场下看你的问题 更加客观一些 对 哦 小胖这局 其实很被动啊 这个刘丁硕的反手 这个质量 确实很 很高的 这跟上打马龙 确实是盼弱量 对 对 因为马龙可能技术 变化比较多 没错 呃 不会给刘丁硕这么多 薄杀的空间和机会 而且其实上午啊 刘丁硕很多薄杀也有 但马龙全被躺回来了 你跟怎么打B球是一样 不是 因为马龙 他的这个变化多 变化多了以后 让刘丁硕很多球 他拆不到 因为一会马龙有戳长 有白短 有反手的拧拉 嗯 然后有调打 是吧 这些变化出来以后 你让对手很难去 呃 猜到对 预测到你的这个技术 什么样的 过来的 孩子还是时尚啊 哈哈 得贼一点打球 得贼一点 地表最时尚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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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给自己打气啊 嗯 现在一直这口气缓不过来 嗯 被压住了 现在对手按不住 哦 你对手现在按不住他 对 对 看吴指导 吴静平指导也非常焦急 再来 哦 这都是机会 这球非常可以 这球输完 7比3难度又会更大了 6比4的话自己发球还有还有一定的机会 是 小胖要加油啊 好 哦 哎呦 打风了 真漂亮 所以你说这种就很奇怪的正常来讲 呃 刘丁硕下午跟马龙打没得打 对 对吧 樊正东应该跟马龙是一个水平的运动员 但是你看今天又马那个樊正东又被刘丁硕 压制了 打的就是跟马龙打零零说的一样 越打越有了 对 真的越打越有了 所以 所以我感觉平方球这项运动不仅仅是比这个能力 对 其实还是有点技巧 是 战术啊 包括变化这很重要 包括你说前看板 马龙当 马龙为什么这么那么稳定啊 我觉得就是前看板当中你很难 处于处于你找到他的漏洞 找他的五位事物很难找到 咱们后面就是马龙的比赛啊 这场比赛之后是马龙对这周喜豪 是 估计 这个可以预测一下 哈哈哈哈哈哈 这回你又开始预测 我预测马龙赢 你呢 比分比分 没有比分 是比分 小分小分 哈哈哈哈哈哈 李丁若现在是十比三领先完全中了 赛点了 完全两局 没有 没有任何的这些 反反抗的这些东西了 是 打得好像 小胖像刘丁说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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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了 擦王 再拍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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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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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7比4再拿一局 2比0战胜了凡震东 在前三场比赛中立刻争